在這裏 一起看這裏 沒有訪問 不止了 上次我剛上來的時間 有個歌跟我說 上次在這裏是兩年多 兩年多 兩年多沒有訪問 這次是環球的身份 這次是因為 我今年入了環球唱片 推出一首新歌 叫做人與人之間 亦都是因為這首歌 做了一個 一個 網上錄的一個 Live 自己都很 很開心 其實自己也不是太多機會 去表演一下唱歌 所以都很開心 我相信未來都會掌取多些 時間去唱歌 給大家聽 是不是正式推出的 是的 因為自己在這幾年裏 自己的沉澱 我覺得這是一個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適合的時間 應該自己重新出發 所以就投入回工作 即是心態 做得到100% 沒錯 Semi說叫你自己撿山 撿山 是的 是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 我想說過程當中 譬如 你有機會現在出來唱歌 就要好好地去珍惜 所謂的珍惜是 自己要比以前 一百倍一千倍的努力才行 即是你的準備 譬如自己會 較早些時間去做運動 即是自己的聲音 即是自己的聲音 可能是盡量去練多些歌 練多些有關音樂上面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很 其實不是 不是那麼充足 想回到以前 即是如果現在有些時間 可以學多些 譬如音樂上面的東西 都是 即是不只是唱歌 不過有時樂理等等的東西 都對自己有幫助 那都花了些時間 在這裡 是不是對其他東西 都100%珍惜了 是的 所有我身邊的人 所有你身邊的人 嗯 嗯 Semi之前都稱讚你 說你很喜歡練歌 做他準備唱歌 你自己都很感謝他 一直背後都支持 其實有 即是 當然除了CAN 即是 即是疼我的人 那個迷也好 即是我也覺得是 即是 即是 有時不只是想自己的感覺 嗯 可能我想回一些 即是緊張我 或者疼我的人 反而我覺得 要做好自己 給他們 給所有 即是有 對我是這樣的人 即是愛我的人 也好 還是家人 所以我覺得要更加要求 但有沒有壓力 即是現在這樣出來 你怕不怕 都會有些人接受 嗯 盡量做好自己 就是 這個就是 最 最大的一個動力 盡量做好自己 這首歌 是不是你這兩年多的 心無力 都 不是 但都會有一部份 因為他這首歌是講人生 其實這首歌我喜歡的地方 他其實是 即是 即是好像每個人聽 好像在每一個階段 都好像找到自己的一些編段 因為他由平靜肚內沉睡胎胎 開始講到平靜出生 平靜出殯 變成是由剛剛出生去到要走了 所以很多裏面的片段 會想起一些什麼 人想起什麼事 又或者在讀書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競爭 妒忌等等的事情 我覺得 即是我自己看完這份歌詞很感動 接著我自己都試唱 在我家自己試唱的時間 都跟自己說 即是會想 其實有很多要珍惜的人 譬如 甚至乎 即是同學也好 或者很久沒有打電話聯絡 都應該要聯絡一下 因為 這首歌令我想起很多片段 所以我會很珍惜 所有的事情 這首歌最珍惜的首三位人 令你想起的是誰 每個人都珍惜 珍惜我也珍惜 尤其是父母 因為裡面有一句 是 含淚送別離直的至親 這個父母就只有一個 當然是 那你說 成為更好的安仔 是否已經成為更好的安仔 我會盡全我的能力 成為更好的能力 這個是我只可以去期盼一個 我自己已經準備好 起碼可以做得到 這個有信心 有信心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想過 暫時不想 還是直接不想 我覺得 是應該要 在我的情況 應該要一步一步 很踏實地走出 即是很踏實地做好自己的歌 一切從歌開始 即是初心在歌那裡 我參加歌唱給他唱 我覺得 應該要一步一步 做好自己的歌 歌去感動人 做好自己 操心自己 其他那些事情 你不需要自己去想太多 反而這個交給身邊 我自己沒有想過 會不會出面 聲明 開票 你到時 上台試試水溫 沒有想過 都沒有想過 都沒有想過 是 做到這一刻 那你現在是否修理好自己 即是你之前壞了 修理好沒有 不再壞了 你感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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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在那裡 你感覺吧 安仔 你上次就說 已經無人的生命無法 那你有沒有留意 他跟你說 今晚沒有拍拖 沒有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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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拍拖 是 希望時過怎樣前 希望時過怎樣前 即是 趕前 應該不說 會不會祝福他這樣 哈哈 接著就真的 差不多不解 不要緊 之前 如何組合一下 安仔 這次會 我們主要有一個 是和安仔一起的 有兩首他的歌 以及一首我們他的歌 其實還沒有跟他合作之前 說真的 是有點緊張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前輩 他們入行那麼久 不過 從來還沒有合作過 不過我們的同事都說 其實他很友善 雖然同事跟我們 打了底 都是有點緊張的 不過他來到我們 樂隊房 就立刻很快沒有了 因為其實他很快 就主動會問我們 看我們怎樣 身體有沒有 我其實手骨膚不舒服 會知道這件事 也都說 之前有看過你的節目 什麼什麼什麼 跟著 他都會跟我們一起 說笑 很快分享這些東西 就令到我們很快 打成一片 跟著真的 閃歌的時候 不用太過擔心任何事情 就真真正正去玩這個音樂 而且也知道 其實他這次這個 是否叫Event 或是跟一些樂隊的 是因為他很喜歡樂隊的聲音 所以其實也知道 原來他們喜歡 他喜歡我們這些東西 為了聽我們的歌 對 他剛才訪問說有聽我們的歌 喜歡聽我們的歌 其實剛才拍了 剛才拍完之後 就有個簡短的訪問 他說真的有聽我們的歌 說得出幾首我們的歌 前幾天 生日 是 那你跟AO 前幾天 你們兩個 因為大家才出過 有人說你們兩個 鬥出小氣寶 哈哈 不是小氣寶 其實首先就是 我知道我生日 那天他在拍劇 所以他應該就 那一天 忘記了 或者太累 然後他第二天 其實他就 他 十六號 一踏入十六號 其實他已經發了訊息給我 他說 兄弟 很感謝你 這兩年認識到 你很開心 很多東西我都可以和你分享 大家互相支持 然後就要大家 在訊息上 祝福一下 和支持一下大家 然後至於那個 就是我出了個post 這樣說 其實都是 我都有一些 是 他出完 就是我不想 經常都是 要些東西都放出 但是他出完 我要出回來 那既然我出的時候 那又不要 他出完和我馬上出 我又遲回一天 我報復回 他遲一天我就遲一天 這樣 那你有沒有祝福他拍拖 是嗎 是不是要祝福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回答 他拍拖嗎 我也不知道 是嗎 我只知道他有隻狗 狗仔挺有趣 狗仔挺有趣 可能人們就覺得 他跟狗很好的relationship 不是拍拖 很好的relationship 狗是男還是女 我忘記了 狗仔 狗仔 我看到有 猜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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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東西爆 我爆你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真的 他跟猜柴其實都很好 因為黑白色 然後AK本身經常都黑 黑什麼 黑嘛 那是黑了 那很配合 跟狗仔 如果想說AK說多一點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狗主 其實他領養完之後 其實一直都有狂傳片給我 因為他知道我懂得一些關於Dog Training 其實他是經常傳片給我 他都有傳片給我 對 跟著就問我這樣做得好不好 每隔幾天他都會傳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是很多狗主會這樣做 因為其實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不過他就很想確保 其實基本工作得很好 可以多些帶他出街 所以這個位置也想贊一贊他 你是不是也沒有聽過他拍拖 沒有 拍拖真的沒有 不過他養狗的也有聽很多想不想聽